HELLO 大家好,我是Wayman 我現在就在Coco Park對面了 準備和老婆試試平安金融中心裡面的 一間黑珍珠上榜餐廳 遠洋私廚 電梯上五樓就到了 遠洋私廚 我和老婆就五點鐘來到 這裡下午是有落場時間的 五點鐘開始繼續營業 早上由十一點到兩點鐘 這裡也有幾個包房 另外包房也比較特別 是用一個磨砂玻璃半透明 這裡還有一個大包房 有一個隱藏的茶具 沒有高級 這個包房可以坐二、四、六、八個人 另外 也是一個半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外面 進來的時候 每張桌上都有一碟花果酥 剛剛問服務員說 這個是免費的 先看看菜單 一打開 就有一個黑珍珠餐廳 2024 和米芝蓮 2024 和米芝蓮 有前菜 有熱菜 也有飯 這裡大概是900元左右 坐下喝茶的時候 老婆覺得這個茶挺好喝 還沒喝過 公務員介紹了這個 叫做琵琶花茶 然後給了一個玻璃瓶 拿走 這個前菜的水果不錯 它本身是一個蘋果 然後它用鹹的華莓 還有白香果汁 它稍微醃過 它的味道很豐富 吃下去 第一口在嘴裡 有白香果的味道 還有華莓的酸味 咬下去才感覺到它是一個蘋果 好 到齊了 坐下慢慢介紹一下 剛剛我試了這個前菜 這個芒果卷 看看給大家看看 裡面是有糯米的 看看給大家看看 中間這個是一個糯米 糯米餡 我吃下去有點像我們吃的 豆沙種 甜種的皮 糯米壓成的 這個芒果卷 真的配醬油 會比較好吃 有甜味 有鹹味 加上中間 糯米的口感 很韌韌韌 是不錯的 前面這個叫做 紅蔥肉汁香酥糊 它有些紅蔥頭的汁 這個本身上台 沒有熱氣 我拍攝沒辦法 聽到嗎 聽到這個皮 還是脆的 這個芋頭 壓成泥 我覺得這個芋頭 有一個調味 喜歡吃芋頭的人 應該是很喜歡這個 這個芋頭 這個芋頭 不會壓得很緊 這次我們兩個人 只點了一個 我覺得這個應該 一人點一份 OK的 這個 前面這個是 撈汁 蠔仔 雖然是蠔仔 大家看到 每一粒都很飽 很肥 像我肚子一樣 圓滑滑 還配一些紫菜 頭道紫菜 這個是酸酸甜甜 帶一點點辣 亦是比較開胃 這個蠔仔 真的不錯 還有這個撈汁 我覺得很多人會喜歡這個味道 甜 酸 大一點點辣 這個真的 很開胃 有點停不住 蟑螂汁 鮑魚飯 上面呢 是黑蟑螂汁 所以是偏黑一點 看看這個飯 飯會比較乾 味道是夠的 試一下這個鮑魚 我老婆說 火候不錯 她已經吃完了 燜得不錯 上面的這個 黑蟑螂汁 不會說很搶 鮑魚味 鹹度也不算很高 吃得到鮑魚鮮味 口感 我老婆說 控制得不錯 軟得來有咬口 這個鮑魚飯 真的不錯 我覺得我一個人可以吃四五份 唯一我覺得少少不足 如果可以多一點醬汁 會更加好一點 前面呢 這個是限定菜 每天呢 只有五至六份 要吃的話呢 要訂位才跟我們說明 否則可能 來到會沒得吃 嗯 酒香味很濃 吃之前呢 服務員都跟我說 放心 吃完都不怕 會被人查到酒架 本身是不會有酒精 只不過是 酒香味很濃 吃完一塊 它那個皮 很嫩滑 有些像我們 浸雞的技巧 這道菜 真的挺不錯的 為什麼可以做到皮很滑 肉呢 又這麼嫩 還要入味呢 我老婆都說 來這裡一定要試這個菜 大家來到訂位 跟我們說明要吃這個菜 剛剛一個碟 下面有一個像刺膀 翼的造型 不知道是什麼 我以為是乾 還是什麼呢 然後吃下去 是夾胸肉 最後要試一下這個 荷葉烏米正高鞋 這隻高鞋 真的夠厲害了 看看這個 蟹膏 爆了出來 這個蟹膏真的好香 它呢 真的很大塊 剛剛看到表面呢 以為是表面那一層 但是呢 下面還有很厚的 還沒吃完呢 好香 真的好像鹹蛋黃一樣 吃完蟹 試一下這個烏米 烏米下面還有一個荷葉 在墊底 去蒸 蒸完之後 這個荷葉的香味 剛剛換碟的時候呢 我老婆說 這裡的碟 換上來呢 全部都是暖的 那奉明說 全部都是剛剛消毒 從消毒櫃拿出來的 這個服務真的不錯 還有很多細緻的東西 他們都照顧到 剛剛吃了一口這個烏米飯呢 咦 它不止普通烏米那麼簡單 但是呢 吃得到呢 或者看到呢 它有放些乾瑤柱在上面 還有些蝦米 挺香的 這個 我覺得呢 這個飯 和這個蟹 這個高蟹 真的相負相成 它下面這個飯 真的比較出彩 到吃蟹剪了 這個蟹剪呢 都幾厚肉的 另外呢 現在就六點半了 人呢 越來越多了 我看到大堂呢 就只剩下兩台擠桌 其他包房已經爆了 好了 我就安心吃完前面這兩個菜 就差不多了 不要押著別人的桌 因為看起來呢 這裡真的好爆 大家過來吃飯呢 做好預料先 否則呢 很大機會會沒有位的 這裡人均大約是250到300元左右 是相對會貴一點點 但我覺得是值得的 出品和服務環境 是值得這個價錢的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